给别人给大盘商 然后大盘商又要给中盘商的话 其实到我们农民的手中 利润是很薄的 这场香蕉公托持续了两个月 目前价格是相对回稳的 而6月27号这天 我们来到高雄祁山香蕉的产地 要来带大家跟着香蕉展开一段旅程 现在看到这里面 都需要出往日子的香蕉 而这样的量相当于一个货卫 但是现在才温暖输往日本的量 只剩下了100个货卫 了解新闻幕后挖掘真相 身后龙之眼周日晚间11点进行锁定